HELLO 大家好 今天凱琳城要来介绍的是我们的智慧家庭 那现在这边是我们的一个玄关区域 那我们这个案件是属于别墅型的 那我们在别墅的玄关路口 放置了一个这样的智能面板 其实这个智能面板的功能很多 而且很方便 怎么说呢 今天我回到讲还是要出门 我通通都可以透过这样的面板来去做操作之外 像我们有整合的灯光、空调、窗帘这些 还有调光都可以在上面去操作 所以我今天如果要操作我的电动窗帘的时候 不用去找遥控器 我只要透过这个面板就可以来操作了 那我现在就先来展示一下 让我今天回家 这时候只要按下一个回家键 这时候注意到哦 我们现在回家了 灯光已经技术灯光打开了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窗帘慢慢的放下来 因为我们在家里面想要有一点隐私的感觉 那除了其实在玄关之外 我们家里面的主要的动线上面 一定也都会放只有我们的智能面板哦 那所以说玄关 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后阳台 那我们的后阳台上面呢 也有放了一个我们的智能面板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智能面板 在玄关的 在这个要去外面的这个路上 那我只要在这边去按一下一个 比如说我要出去的 我就按下一个离家 然后离家模式 那我们的离家模式呢 就是把我的窗帘整个给打开 可以注意到我们这边都已经打开了哦 那因为离家嘛 所以我们包含像空调啊 灯光的部分也都会把它关起来 那再来这边就是我们的餐厅区 我们的餐厅啊 这边如果说我今天要用餐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不用去面板 去那种传统开关一个一个按 我只要透过的是呢 面板去按下一个键 来转换一下我的情境 然后这时候呢 注意到我的灯都打亮了 那我们很厉害 很漂亮的一个主灯在这边 就已经把它打开了哦 那我就可以在这边去享用我的餐点去用餐 那再来就是 我们要到楼上去的一个位置 这是我们的楼梯 这边也一定会放一个面板 为什么 因为可能在楼下什么客餐店 我已经使用完了 我要上楼去休息的时候 好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透过这面板来操作 那很简单 我只要按下一个网按摩室 这个时候这边公共区域的灯都会关掉 然后呢就留下我这个走廊的这个灯 那我们注意到这个案子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是没有这种传统的开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别墅的案子 有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是说 你可能灯要回路很多 你会觉得说 怎么去记得说 这个第一个开关是谁 第二个是谁 所以我们全部都用这样的一个智能面板来去做取代 就可以提供给使用者一个很好的一个感受 跟他不用去背诵说 这个灯是谁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针对我们智能面板 还有空间的介绍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拜拜